大家好,我叫王盛代,You call me David 那我來自宜蘭的藍洋醫學 那藍洋醫學是一個什麼樣的單位呢? 它是一個老人的公益單位 那一般來講我們講到老人公益會想到殘疾的那一塊 或者是獨居老人嘛 那我們做的並不是這一塊 那以下就留我們分享一下我們在做些什麼事情 那我會在這邊的原因也是因為 所以我們在Flying V上面開了一個專案 我們在募資 那募資的原因是什麼?看這邊就知道了 好 那我們先談一下台灣高齡化的現況 因為高齡離各位有點遠 但是它已經是一個非常可怕的現象了 台灣高齡化的速度去全球第二 當然第一是日本 那麼呢到了2060年的時候 每兩個人就會有一個是老人 那個老人的定義是65歲以上 兩人就有一人 從現在一直到2060年之間會一直一直在成長 那它會造成什麼? 然後前衛生署長楊治良他就有講過 台灣沒有能力解決這一個問題 其實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有能力解決這個問題 高齡化的問題 它會造成什麼現象? 第一個壓垮整個社會的系統 包括社會福利 包括醫療 你可以想進去老人需要的醫療需求是很大的 它會佔掉所有的醫療的資源 那年輕人怎麼辦 再來 現在少子化的關係 各位你可以想像 將來你要一個人要養兩個 可能是那麼健康的老人 是一個什麼多大的負擔 對不對? 你要出來打拼 你要實現你的夢想 也許人在美國 家裡有兩位老人怎麼辦? 這會是一個很大很大的社會問題 所以我們南洋醫學呢 其實我們在13年前 有我們一個退休的教師 李建宗老師呢 他在2000年就創辦了這個東西 那這是一個什麼樣的組織呢? 它是一個簡單的講 就是一所免費的老人大學 那老人大學有什麼作用? 看起來沒什麼作用 只是在學學東西 唱唱歌跳跳舞 其實他真正的初衷是在解決老人的孤獨的問題 因為孤獨是老人心理上最大的殺手 那可能 而且老人會自殺 兩個很大的原因 第一個 酒病殘身 對不對?很不舒服 第二個就是他孤獨 那 所以 李建宗老師呢 他就免費開設了很多的 免費的課程 然後也組織了很多的團體 軍會各地去表演 目的在豐富老人的生命 為什麼要豐富老人的生命 因為 老人的生命如果豐富 他會快樂 他會快樂就會促進他身體的健康 他身體健康就會減少對社會資源的一個依賴 好 所以我們南洋醫學呢 其實我們是 以促進老人 健康老人的身心力健康為目標 希望怎麼樣呢 預防重於治療 讓老人呢 延緩老化 讓老人少生病 少拿藥 這樣子 然後呢 可以從來老人對生命的喜悅 為什麼 因為 各位如果有接觸過 尤其是鄉下的老人 就會發現 很多人到了年紀大的時候 都在做一件事情 就叫做等死 因為他的生命沒有任何的目標 真的就只有這樣 好 好 所以我們努力了13年來的成果呢 好 我們 南洋醫學都是志工 包括老師也沒有補給值的 好 我們志工老師超過300人 然後服務的學員呢 也超過了 13年來 總共加起來超過了2萬人次 好 平面媒體的報導 大概有3千篇 加起來超過了 因為數不清了 好 電子媒體有指示5家報導 好 然後也有呢 那個論文有7篇的 那個說博士論文的研究 好 在做我們南洋醫學 然後呢 李建宗校長也多次的獲得 譬如像這一張 獲得國家的一個獎項 那 大陸有超過30個老人團體 前來觀摩 而且我們也受邀到 國際參訪演出過 非常的多次 好 那各位可以上網看一下 大概就知道 如果有興趣的話 那我們在最近呢 成立了一個新的總部 好 這總部總共有300坪 那我們要做的事情呢 第一個 我們要為全世界的高齡化問題 找到解決方案 這個是我待會兒 簡報的一個主題 好 然後呢 第二個我們要打造宜蘭成為 國際的老人樂圖 因為宜蘭是台北的厚化園 它非常適合老人居住 好 第三個呢 我們要喚醒社會對老人的認同與尊敬 各位有沒有發現 門新之文 如果找得到新在哪裡的話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對老人的態度 對不對 是什麼 好這個我們就不講 再來呢 我們要建立老人的團體的交流的 國際平台 這個我們已經做到了 我們現在有75個國際的姐妹會 這樣 好 所以 南洋醫學呢 我們要做的事情是為高齡化問題解決方案 好 第一個 我們要做的就是在地老化共生家園 什麼叫做在地老化共生家園呢 所謂的在地老化就是其實 讓老人家 在他熟悉的地方 安享晚年 度過餘生 這是老人家最希望的 我們不能把老人家當動物吧 這個年紀大的送到安養 安養院去 他不快樂他很痛苦 好這叫在地老化 可是各位就可以發現 在地老化 你要耗掉非常多的人力 去照顧這些在地的老人 對不對 也許各位 子女人在外地 他在在地老化那怎麼辦 怎麼處理 需要人力啊 那就耗費社會資源 再來就是 好 解決在地老化耗費資源的問題呢 他的方法就是共生家園 怎麼是要共生家園 讓長者群聚生活 形成一個互助的組織 好 然後呢 既然大家能互助 就不用他住 就不用吃到社會的資源 好 那我們的具體方法呢 就是我們成立一個老人互助團體 南洋醫學現在就是一個這樣的團體 我們用 老人陪伴老人 老人服務老人 老人教育老人 老人影響老人 年輕 50歲的影響 服務60歲 60歲服務70歲的 這樣 就可以減輕到人力的負擔 好 那為什麼大家願意 免費來做這件事 因為 南洋醫學的那個意志 它的核心價值就是情義 這是我們東方人倫最可貴的部分 我們用情義來拉住每個人 讓每個人願意來付出他的心力 他同時也享受別人對他的付出 好 譬如說我當老師 有人煮飯給我吃 我來教育別人 類似這樣子 好 然後呢 我們的具體制度呢 就是志工銀行 好 所謂的銀行就是 你現在可提可令 對不對 可存可令 我現在的付出 未來別人為我付出 我現在付出多少時數 未來我去享受多少時數 好 這樣子可以 不用仰賴外面的人力 來做這件事情 做一個共生家約 好 所以我們現在成果 醫學的成果就是 我們每天都有那個志工報到 然後呢 我們每天中午都有免費的營養午餐可以吃 連那個菜 跟米都是志工 賣剩下的 或自己種的提供來的 然後呢 志工各有所長 在合適的地方 有些心理 這樣 所以高齡化的問題 我們提出的第二個解決方案就是 老人其實是有產值的 老人不是累贅 各位有沒有發現 譬如說 老人的經驗 智慧 記憶 那些都很珍貴啊 對不對 比較高明的書法家也都是老人 對 然後呢 閒置著老人的人力 它其實是社會的動能 那為什麼大家會覺得老人是累贅 因為沒有平台把它整合起來 沒有地方給它發揮 所以呢 我們要做的就是這件事情 建立平台 讓老人能夠自助 所以 我們藍洋醫學就成立了一個產業中心 那我們這個產業中心的第一個動作 就是我們要賣古早味 將來我們會推動有機素餐 好 那我們做產業中心的三大精神就是 給老人自給自足 再來傳生傳統文化 再來就是維護民眾健康 因為古早味的東西其實是沒有任何化學添加器 它其實很健康 好 然後呢 我們會製造手工醬油豆腐乳 這一些老人會 鄉下老人會做的 然後呢 透過一個實體通路和網路銷售 所以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將來給我們捧場一下 我們叫做 那個網站叫做 醫學古早味研發中心 好嗎 好 快要上線了 好 所以呢 我們藍洋醫學的整個共生家園的一個結構就是 我們以情義為核心 好 所有的老人 你有任何的需求 都可以來到我們藍洋醫學 你就可以得到一個滿足 例如 你想學習成長 你想要做伴 就來上我們的免費課程 免費的喔 當然老師也沒有終點費 如果呢 你家境不清寒 貧窮 你想要工作 歡迎來到我們產業中心 我們會安排一個工作 可以賺一點收費 一點零用錢 如果呢 他想要人生活的光彩 就肯定 想要掌聲 他可以來參與我們的表演團隊 我們表演團隊全國 以及國際到處都在群會在表演 然後呢 如果他覺得 我的苦了一輩子 我想要享樂 我們醫學有辦所謂的飲法假期 飲法假期就有點像舊國團 每天出團 出去一個特定主題去玩 好 如果他覺得 我這輩子我想犧牲奉獻 OK 那來當志工 然後我們可以參與我們的在地關懷的活動 好 那我們希望這樣的一個架構 能夠解決 不要說全部啦 一部分的老人問題 而這樣的架構是很容易複製的 叫做 在地老化共生家園計畫 好這就是以上我的分享 所以我結語的部分就是 第一個我們要讓老人 重燃對生命的喜悅 第二個我們要重新定義 老人存在的價值 老人不是累積 第三個就是我們要為世界高齡化的問題 找到解答 好 好 那麼這邊跟各位道個歉 因為 南洋醫學剛好明天早上 一大早就要做開幕典禮 所以我沒辦法再繼續聽各位的分享 感覺到非常的遺憾 好 那我們現在 我待會兒就得離開這裡了 非常謝謝大家 謝謝 很榮幸跟大家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